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來 現在我們就正式宣布整個學商開始 那麼我們上一次的學商有特別針對 10月5日的未還的一個審查 針對勞計畫修正案的審查 那麼我們做了一個結論 就是希望能夠來看願錄影帶 那現在錄影帶大概已經大家都聽過了 那是有一些大家覺得錄影帶的內容 好像有不同的版本 那也有不同的一個呈現 那我們看願之後 特別召開這一次的學商 那來看大家有沒有特別的什麼方向 讓大家可以共同來進行 那麼針對這個會刊 我們還是是不是就請各黨團先表示今天早上 會刊大家看了之後 然後黨團的意見是怎麼樣 那麼是不是請民進黨黨團先表示意見 民進黨黨團這邊就是一個堅持 根據立法院會議事文書的印字辦法第七條 委員口頭諮詢或發言的記錄之數紀錄 經刊登公報出稿後分送發言人 發言人如就文字修正應於三日內通知更正 藉期會通知其案照出稿編印立法院公報按其發行 第二項前項數紀錄如有真以錄影或錄音為準 那這裡所謂的錄影或錄音當然是指立法院本身的設備 因為主持議事的人是當時在主席台上 在主持議事的正常狀況是招委 然後旁邊坐的是議事人員嘛 那這個錄影錄音重點是要在主席有沒有聽到 譬如說有一個人如果在嘴巴murrmurr 就是自己嘴裡面講說一一一一 根本現場不可能聽到的狀況之下 當然錄音是沒有錄到的狀況之下 你不能夠時候自己拿一個錄音比說 我剛剛有講我有錄音 我是覺得這一點要先釐清 就是說我們要勘驗所依據的那個版本 一定是本院在開會的時候的錄影錄音的版本 不能夠拿其他的版本來這個地方充訴 否則的話以後議事錄要確認 我這些東西就會爭議不完 這一點是我們的主張 我們的堅持 謝謝 好來 我想上午柯總召您都在嗎 我們整個勘驗的現場 上午勘驗的版本 立院公報的版本是第一版 開始播放 立院公報的版本 從9點14分到9點16分 很清楚的都錄到 陳寅委員總共有三次宣告有沒有意義 這三次從立院的公報都很清楚的聽到有意義 這個是立院公報的 如果剛剛回應吳秉瑞幹事長他講的 這是立院公報的 第二個版本 是國民黨在第一時間我們一樣去策錄 策錄這個整個立院公報的版本 所以他的內容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但他的那個聲音 因為策錄他前面的前音 就是那個聲音更清楚 所以錄到的一樣 從9點14分到9點16分 有意義很清楚 第三個版本是時代立昂提供的版本 一樣有聽到有意義 第四個版本是媒體提供的版本 媒體當時更靠近主席台了 所以他的那個有意義的聲音是更清晰的 就是更清晰的 所以我要還原事實的真相 我想柯總召整個上午都坐鎮在衛環委員會 大家都有聽到 大家耳朵都有張開聽 就以立院公報的版本好了 一樣是有意義而沒有處理 而這件事情事實上 國民黨立院黨團早就跟公報處反應了 公報處他只願意登載說台下抗議 這個是故意不寫的 我們已經告訴他說我們聽到就是有意義 連續三個地方都是有意義 他都只願意寫下面一片混亂 所以早上我們的重新這麼多媒體 十幾家媒體都在 我想這個媒體大家也可以再去找媒體來問 現在不用在什麼版本上去爭議 哪一個版本都是有意義錄得清清楚楚 所以今天我們已經把早上我們很負責任的把幾點幾分 聽到有意義的部分通通通都寫下來了 也變成這個正式提案 在座其實親民黨那個一屆委員也在 其實他也聽得非常清楚 他也連署了這個版本 那個時代力量的洪時庸委員也在 他也連署了這個版本 表示說我們在野黨大簽 但民進黨自己不願意簽了 這個我們就沒有辦法 但是在座只要有大家有聽到的 無論哪一個版本 我再次強調 無論哪一個版本 9點14分到9點16分 有意義連續三次 這個是跑也跑不掉的事情 鐵證如山 如果我們今天的協商坐在這邊 針對上午已經確認的事實 還要在那邊拗說 你是哪一個版本 哪一個版本都無所謂了啦 都是有聽到都是有錄到 這個市政這麼的明確 如果大家還要在這上面去爭執 請問早上的聽是在聽什麼意思的 那也代表民進黨毫無誠意 要進行實質的協商 我要抗議這樣的事情 好那 好來 院長各位同仁 我想 我是覺得每次我們開會之前 都會確認上次的議事錄 主要目標就是要大家都認同 上次開會的這個過程 那我想今天我們看錄音錄影 客觀事實上 那個會議就是開得很混亂 不完整 沒有實質討論 那我意思是說剛才當然 我評論委員會說要以收音的為主 那其實我們為什麼用麥克風 其實我們是在協助議事人員 讓他們好登錄 不是說只有用麥克風講的話才算話 好我想這個部分這種客觀事實還有會議 因為我們如果真的執著於這個話 以後會變新的衝突來源 衝突來源很簡單 誰控制麥克風 誰就控制會議的內容 那我覺得不要 所以我們還是回歸客觀現實上來看 那客觀事實就是那整個會議的進行 是有很多人有不同意見 有意義在那邊 那招委並沒有處理 我想這個是 那真的不要回歸到說 只有麥克風錄到的事實才是事實 我覺得這會引申新的爭議 那第二部分 我們實在地上認為說 就算 以目前 有的公報上面 我們還是認為 陳曼麗委員附入二支提案 主席根本從未宣讀其實質內容 僅複數提案一支內容 為什麼該提案講的是 針對審查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案等七案 提案停止討論 個案之條文均保留均審查完訓後 並需交黨團協商院會討論個案時 由陳召集委員 補充說明 並請分別擰聚審查報告提報院會 這一整句話 這個我想各個版本裡面都可以聽得出來 並沒有去宣讀它 所以我們認為說 為先讀其內容 所以這個會議紀錄因數無效 就算我們不要去爭議 到底錄到贏跟實質 就目前有的議事錄或是會議的內容的登錄 其實這個程序上是有問題的 那我當然知道說 我們協商可能會有個狀況就是協商無結論 因為只有一方不同意 可是我意思是說 早上我們都讓大家看 我們也看到客觀的事實的呈現 那如果我們已經做到這個地步了 是不是真的 我們就好好處理10月5號的問題 讓它重回委員會去 那我為什麼會這樣提 我們等一下可能下一個案子 就是討論公聽會 我常常想 7月的時候 其實時代力量就提先辦公聽會 也不要說10月5號好了 如果我們那時候開始做 老實說 現在程序都已經完備走完了 早上我們規劃了9點到12點 來看驗這個影音 其實你後來發現 根本不需要那麼多時間 不到兩個小時其實 事情就做得差不多了 所以我意思是說 我們都有足夠的時間 與其現在在補這個程序 又不承認它的結果 不如真的回來 好好把它走過一遍 真的 也不用擔心說 公聽會會不會開好幾天 老實重要論點 真的一天搞不好就是講完了 這時候只是各黨派 他價值的呈現 跟他對未來 他怎麼看待 這個勞工休假的問題而已 我覺得這個部分 只要呈現出來 大家都走了程序 有實質的討論 我想 我們這個新國會是 對民眾是有交代的 我想針對這次勞工休假的問題 其實從10月5號到現在 其實都已經凸顯出來了 那其實在社會大眾 在該了解的 該凸顯的 都已經非常清楚 也非常明白了 那這是政黨政治的問題 那哪一個黨 他如果執政黨 該扛的責任 該負的責任 那這個是執政黨 他自己要去面對的 那至於這個 今天勘驗出來的結果 我想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我想請那個醫師處這邊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是退回委員會這邊的 在行政部分 在整個的處理程序上面 我們的議事規則裡面 這個都一切如果都是合理合法 然後照著議事規則這樣子的話 應該是程序上 應該先做一個確定 那程序上做一個確定 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兩個方向了 那一個方向就是 回到委員會 然後大家 因為該吵的都吵過了 回到委員會 重新的理性的來一次 然後工廷會 就是程如講的 工廷會要辦 那這個工廷會 畢竟它是比較有爭議的 那我們再來討論細節 由誰來做主席 然後它的內容要怎麼樣 這是另外一個方向 所以我還是建議院長這邊 先有 如果 我還是再重申就是說 議題該吵的都已經吵到一個程度了 內容也都確定了 那 如果要讓它程序走完 那大家就冷靜思考 理性一點的 然後讓它把這個程序把它完備完 那該負的責任 該抗的責任 我想每個政黨 也都社會大眾也都已經確定清楚了 所以再請議事處這邊針對這個 如果瑕疵有依依的 然後議事處不完備的 那它的程序要怎麼走 把它重新再確認一次清楚 好 還有 後來 好 謝謝院長 我想我們國民黨的立場 剛才我們的首席應該已經講過了 我只是要再強調一件事情 我們求的是一個真 真理的真 意識的過程 融獲再怎麼吵著 但是那個意識路不可以施真 因為這個意識路會留在立法院千萬年 如果我們容許一個不真實的意識路 留在立法院 那是立法院蒙休之日 蒙休之日 你還繼續看呢 你還可以繼續看 所以我們從一開始 我們的立場就非常清楚 我們要把意識路拉回來 到那個真實的紀錄裡面 我們只求其他的程序 可能剛剛有名兄也講了這個程序 我們李總長也講了這個程序 如果按照程序走 事實上你們不必擔心在年底之前 沒有辦法繼續完成 方式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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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看你們要不要把那個 最原始的還原到意識路裡面 我們只求這個而已 好 還有沒有要表示 來 莊偉 院長 各位同仁 這個國民黨到底是為了真還是為什麼 其實我倒不相信你們是為了真 但是我零到相信你們是為了真 真我也很尊重 可是問題你 我是真 沒有沒有 我就跟你說我都這一段期間 其實我 我比較不相信這個 但是廖委員提到一點 我倒可以覺得應該大家來考慮 你說這個意識路 到底的一個記載 跟原來開花有沒有一致 我認為有三種情況 第一種 就像王毅民剛直接的反應 沒有 有可能 這個沒有是 第一個 我有聽見 我故意不去記載 那這個是一種情況 第二種情況是 你們兩棟三棟四棟 在那裡回到我做意識人員 我這裡全部都聽不到 這兩種情況就不太一樣了 如果我這個意識路裡面 你說公版的調出來 這個錄音錄影裡面 一看到就說有 我故意不記載 可惡 另外一種就是說 旁邊的人都有聽到 只有你沒有聽到 這很奇怪 有點 前面有一個是故意 這個叫過失 這個都 這個都 要打屁股 意識人員這個都要打屁股 那很有可能 那第三種 那搞不好就是說 基本就真的沒有了 所以 你們剛才提到說 公版 意識路的記載 當然是按照公版來 到底 公版的 到底有沒有說 像 成如 國民黨委員 廖國東委員 跟 王毅民委員 講的說 真的有意義 公版裡面有這個沒有 有 現在可以放 早上 沒有 這個有爭執 這個 要講話嗎 好 來 公版 我現在是這個 因為你說要爭 要爭 這個就要公版 看有沒有 國東兄 我這樣 我這樣講合理 我這樣講合理 這個 這個 不好意思 因為今天早上的時候 其實大家花了將近三個小時都在看整個錄影錄音 那其實早上 柯總召載的時候我們也有討論說 其實不要再說針對只有立法院的 以立法院的版本為主 因為他們說國民黨是側錄什麼的 可是因為現在我們說他那個麥克風都裝在對著主席嘛 所以我們說你今天既然已經懷疑這個議事錄已經是有異議的 也是有瑕疵的 那本來就大家拿出各自的版本出來 就像檢調單位辦案一道理是一樣的嗎 對啊 那就是說 是不是就是說也是一樣要靠一些證據 所以我們那時候 因為包括今天早上還在吵是什麼 說東升變成是國民黨的附屬組織 其實我覺得這些都不 這些其實都是企劃 我覺得應該說 今天如果真的大家認為是程序上 因為我們今天親民黨也有送 包括譬如說 有三個部分認為這個會議本來就是有瑕疵的 包括程序上或者是包括有異議的時候 其實並沒有去處理 沒有提討論以及表決這幾個部分 其實就回到這個會議本身是有瑕疵的部分 我們應該怎麼再重新討論 從回到委員會去實質審查 我覺得這個來的比較實在 如果我們在這裡還在吵說哪個版本才是對的 那早上其實三個小時大家都白看的 對啊 我剛剛就說了啊 您的關係我先說什麼 就是說我為什麼說不對 因為我們甚至於你們去給人家說 議事人員上面人偽造文書 那如果說公版的沒有 那議事人員都沒有記憶 您誰人說人偽造文書 沒有啦 我現在不是跟你說這個 不同層次嘛 我是說你們有去公公 就是議事人員偽造文書 那是說公公 不然妳就聽我說什麼 公版的如果裡面沒有這個 妳就不能跟人家說議事人員是偽造文書 這個我補充一下 公版不是啦 不可以大家都有聽的 其實公版的聲音是因為 它有兩邊聲音有意義的 也有說沒有意義 兩邊聲音有大有小 所以互相其實都有牙齒 其實聽的不是很清楚 所以各自拿出各自的版本 各自的錄影錄音來檢討 這個我們以前在這邊協商的時候 在談錄影 錄音的看見的時候早就說過了 把它翻出來看 或是把以前的音調出來看 今天這個爭論是早就遇見啊 因為以前就講說 你知道我講完嗎 以前就講說 你要看見這個錄影跟錄音 必須以公版為準嘛 這個是現在的辦法為定的嘛 那你等一下公版 你說你有聽到我們放出來聽 我們當場大家聽沒有關係啊 我現在講程序 當然是以公版為準 改天換你在主持議事的時候 我自己跑到角落裡面去那邊錄一個音 你沒有聽到紀錄不實 這個我想今天這件事情 立法院的法規有規定 這個命令有規定 那公版有沒有等一下可以放出來聽 但是你一定要以公版為準為什麼 因為紀錄台 無論那個錄影錄音 或是主席坐在主席台上面 當然是那個地方的聲音嘛 你在遠的地方你在那邊講 對著牆壁講或是怎麼樣的方式講 如果主席沒有聽到 當然都沒有辦法算數啊 那所以主席會不會故意不聽到 等一下放出來聽大家知道嗎 放出來看嘛 好那我們意思說 我上醫師就為了說要看見錄影帶 為什麼要談那麼久 就是因為知道看了錄影帶之後一定會有爭議 這個爭議就是今天發生這邊 果然又拿出一大堆的版本 所以不能夠以公版為準 還有其他這樣的版本 那如果這樣的話 我等一下明天再來去找一個版本可不可以呢 這個我來講 我來講昨天我們協商的一個結論 昨天我特別強調就是以 以議事人員錄到的影音版 不管是影像還是文字 都要以我們議事人員錄到的為主 這個是符合我們立法院的相關的規定 而且昨天大家一致同意只聽公版的 因為沒有辦法再聽那麼多 大家都沒有意見 大家昨天都沒有意見 所以如果公版它真的有偽造 我們就針對有偽造的部分來討論 我先要確定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就是以公版的勘驗為主 不然我們實在沒有辦法進行 昨天這個都是大家的結論 昨天 你可以看昨天我一直問了三四次 而且我一直講是以公版的為主 大家都沒有意見 這個可以我們也可以看 可以把昨天的協商過程 院長我們可以請柯總召講一下話嗎 柯總召今天上午在未還委員會 負責整個的協商跟議事的進行 今天早上進行的狀況先播公版 公版有播 待會大家還是可以聽 反正要聽都沒有關係 但我只是覺得程序很奇怪 既然早上是勘驗的 結果現在回到這邊要來聽一遍 那很想聽人為什麼早上不去開會 柯總召 每一個人都每一個人的委員會在開 好不好不要這樣講 這是程序的問題好不好 程序的問題 大家為什麼上午要花很多時間在做開業 為什麼 什麼 上午為什麼要花很多時間開業 大家在浪費時間嗎 結果看完之後 不認上午的帳 回到這邊又要開始看一遍 這樣子啊 上午就還沒有確認 所以今天也要確認啊 我跟你講啦 我早上講得很清楚 早上大家可以講 都看都說沒關係 對不對 你有任何疑義的部分 你就給個書面送來 我們疑義來處理嘛 既然早上看 我早上講說那個森塔底下我是沈宜庭 沈宜庭當然可能去看證據啊 對不對 指示 你看 當然可能去看證據啊 準備證據不必沒有關係啊 那這當然 什麼人在這裡啊 他要看你們在說的對不對 現在不能再看囉 那現在 好不然今天就等一張來看 但不然來論沒關係 這個意思 意思立法院齁 在這種充足下處理很多種樣態啊 大家都說說新出住民啦 你又沒辦法開花 你現在在亂接 剛才買的就是沒辦法開花嘛 這個當然你要有行為分擔啊 靠到別的議員 今天是要怎樣 那一樣來沒有關係啦 要看下去看下去先看下去 沒關係 對嗎 總管嘛 總管嘛沒關係啊 完整看完再定格再來沒有關係 反正今天有了時間沒關係 好來來來來來 林委 發言完要看再看 好來 我是覺得是這樣 剛剛那個炳雷兄也好 那個瑞雄兄也好都有講到說公版的這個問題啦 其實 這個爭議喔 我們也知道那天很吵 所以他的公版的錄音可能錄的真的不是很清楚 這個也是事實 那現在問題就是說 狀況不是炳雷兄剛剛講的說 我的表達意識只有我知道這樣的狀況 而是表達的人 因為我們都有聽到他在講話 包括其他黨不是只有國民黨 王毅銘提議議的時候是一種公開的表達 而且不是對murmur 不是對著牆對著自己表達 我想所有在議會開會的議事規則裡面 表達意義清楚那就完成了那個程序 包括提議議包括舉手表決 那個就是一種公開的表決 所以那個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我們今天要看的就是要看那個客觀事實 今天你如果說只限定在說公版沒有錄到音 就不算 那我只要問一個問題就好 如果當天的錄音機是壞的 所以當天就空白 會嗎 我們有開會然後沒有錄到音 那一天空白嗎 我們的議事錄就給他 今天沒開會空白嗎 當然不是啊 那一定會回到那一天說 那一天誰發言發言了什麼 把事實還原再把它記下去啊 要不然就是重開一次嘛 不然請問你還有什麼其他的方法 你錄音沒有錄到 屬性人都有表習 啊不然失去啊 那你們沒聽到我們都有聽到 我來跟你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事實 時間是事實的一部分 時間抽離了之後 在法則學上沒有辦法完全回復到 所謂的真實 所以當然要靠證據來彰顯 我們有提供證據 是啊 現在最主要的證據就是 法令就是跟你規定說 數據紀錄 如果有爭議 以錄影錄音為準嘛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看嘛 那你現在有沒有講說 我只要有講 你有講 你說你有聽到 我沒聽到啊 我沒有 那所以我們今天的爭執 到底有沒有 到底有沒有要錄影錄音為準嘛 我講一下 我講沒關係 我們今天沒有好理 你那些沒關係 現在我先認證 我剛才要進來以前 所有記者在樓下問我一件事情 東森那個錄音 錄音 送不帥 我說 當然你有沒有那個 遊戲規則很清楚 以 以英文艷芳錄道為主 假如 那個電視 電視 他是 贊成 反對都有勾起來嘛 電視的播報 是他要聳動性 他 播報者有主觀的意思 主觀的想法 我們在新聞早上看 這個 他 沒有 你知道嗎 他要來問主播 你要怎麼說 我們就有 教理的意思 對吧 那你說 當然是以 以這個為準嘛 以 讓 葉芳錄道為主嘛 如果你說 我鐵包 那個主播在那裡 自己說的 喔這個有意義怎麼樣 那以後我們藝術確定是不是 把所有的 所有的記者 錄來的全部才能確定 當然這個事情已經 不真的事實 過去為了這個事情都真便過 都大家再聽 等一下我告訴你 各種樣態都有 好不好 你先把這個先確定 好 主席喔 還有 剛好柯總召在 我想 兩件事情 我想還是先說清楚 第一個 因為早上 我們坐在委員會 一個上午 就在勘驗整個錄影帶 那在勘驗之前 柯總召也說得很清楚 是開放讓各個版本都進來 我也很贊成 吳委員剛提到 還原式的真相 需要靠證據 那一開始我們就同意 讓這些證據都進來 所以我們才會勘驗總共四個版本 這個也是柯總召一開始同意的 這非常清楚 那第二點 既然上午 其實我們也同意一點 就是說上午 我們反覆看 這四個版本 下午 就完全來進入協商 而且我們也同意 上午看完四個版本 有任何問題 我們也提出書面 我們也同意柯總召 提的這樣的一個建議 我們也照實這樣做了 所以現在下午 我沒想到 在這邊 我們竟然還要再看一次 那上午 一整個上午看驗 這四個版本 反覆看難道 什麼座有沒有看過 在這裡 沒有看大家重新再來 好沒有關係 總召沒有問題 好所以這兩個部分 大家再來看一次 上午所有人都會發炎 好總召 讓我先講完 上午沒有做結論 上午根本說 對沒有做 先讓我講完 所以這兩個 這兩點 我要說得很清楚 第一個 是總召 柯總召 同意 讓這四個版本都進來 而且我們也都反覆看驗 也都承認它的效力 這是不容否認 早上不做任何決定 沒有做任何決定 至少這四個證據都進來 講話很清楚 我不會拗你的 對 柯總召 所以他同意四個證據都進來喔 那 他可以同意四個證據都進來嗎 我說 我說 來 大家不要吵 這 放下去都沒關係 追一棒 大家要說 都追一講 講完以後 有問題 用書面來 大家才會一樣一樣來談論 但是呢 我早上講 但是國民黨的是怎樣 國民黨是利用那個發面 國民黨自己錄音 架接上去 這個有時間都落差 這個 這個怎麼能夠成真氣力呢 對不對 那實在量自己在旁邊錄的 好啦 柯總 沒關係這兩點喔 說明第二點喔 沒有關係 竟然現在 現在要再看一遍 那院長我們就在這邊馬上看 我 我把 我把昨天 我們的 好 好沒有關係 我把昨天我們 學商的喔 大概跟大家 這個是我們 學商的逐字稿啦 我特別 跟黨團報告 我們是以公報處 錄到的錄音為準 不是拿旁邊的錄音喔 這個昨天我們都講得非常清楚 而且廖委員還回應喔 廖 廖 你說這個我同意 你這個裡面都有記載喔 這個我同意 所以我們才簽字 是以公版為主喔 那 有有 我們學商只是 將兩個喔 重要的點 一個公聽會 然後一個就是要開院這樣而已 對 但是內容 都講得非常清楚 因為我就是怕 怕到時候大家 就會 因為 哪一個版本 吵雜 那 昨天就 我不只講一遍 我還講了兩遍 就是以公版的 因為 所以 未來不管是到 監察院啊 法院 還是以公版的調到為主 我現在 我現在 所以 所以 我們先確認 還是以公版為主啦 好不好 那大家來聽 那看公版的 有沒有跟公報處的一致 如果有一致 那文字就沒有問題啦 我們就以文字內容來討論啦 那如果 有沒有一致 那沒有一致是在哪裡 我們把它點出來 再進一步來討論啦 好不好 我們就 反正十四分鐘 十六分鐘 我們就聽一遍嘛 那十幾分鐘 有問題 好來 好來 我批一下啦 其實 真的要再放嗎 因為早上實在是看了太多遍 我知道 院長我把它講完 其實我們回來看 立法院公報及法律案 我看是 對不起 立法院會議議事文書印字辦法 好 這個立法院定的 他其實有兩個部分 我想其實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想主要是第七條 委員口頭質詢或發言之訴記錄 經刊印公報出稿後 分送發言人 發言人如有文字修正 因於三日內通知更正 借其為通知者 那我意思是說 其實那時候有發言啊 那當時有分送發言人 那第二個部分 前項數記錄如有爭議 以錄影或錄音 錄影或錄音為準 那我意思是說 可能我們等一下聽 會發現都是主席 趙偉的聲音 可是我們還是有錄影這一塊啊 我只是真的想請各位同仁看 你如果看這個畫面 現在還沒開始放 你真的認為這是一個正常的委員會在進行嗎 那請問是誰造成的 不是啦 我們今天不是在談這個會議 對 我先把他講完嘛 那你如果要討論那一部 那今天好像不是我們今天協商的內容 那第二個我真的還是很請大家想一下 如果我們早上看了 所有記者都在都看了這些東西 我們甚至還跟某電視台有這個所謂爭議 然後我們等一下開個會 我們這個會不是直播的 因為記者都不在現場 我們等一下下去說 啊沒辦法 協商無共識 我就說 那我們早上做這個東西 有什麼 對 那第二個部分 我真的懇請大家想一下那個時程 如果就算回委員會 就是希望各位不要動氣 回委員會 重新開 下禮拜有三天的委員會 一天召開公聽會 三次逐條審查 實施討論 其實這個事情也解決了 我也不相信說 當都已經錄音錄影 而且大家都接受 我都是舉例而已 回 我只是舉例啦 我只是舉例 回委員會的情況之下 還有人 敢去阻擾委員會的進行 還有人敢 這個就社會評價了吧 大家如果都已經做到這個地步了 還要去阻擾 公聽會也開了 然後再委員會討論 這個我沒辦法保證啦 我只是希望大家來想一下 那這樣子是不是 事情也結束了 否則你今天協商無結論 下去 各黨我們繼續罵 然後記者也有他們自己的評價 然後我們今天早上白做工 然後我們要在院會 真的請院長來召集一個 公聽會 就是說 與其這樣子弄 你如果回委員會 真的一個禮拜也結束了 這個是我們一直在強調 就是說我們有好多時間 可以做這些事 那我講一下 昨天在這個地方 講得很清楚 早上看宴 然後下午來這裡 我們再來 好想來論 沒有關係 今天早上來講得很清楚 早上那個不是說 一個final決定的 大家要拿什麼都沒關係 好 那當然哪一個有正義 哪一個沒有正義 到底到底事實情況怎樣 在這裡來談 早上你說不要表決 為什麼 我自己主動說不要表決 因為表決一定一定會輸 又會輸 所以那是尋求大家可能對話的空間 要好好來談 這並沒有所謂白做工 因為讓所有委員去合格演示 那媒體都來看都沒有關係 只是我們白說 早上就講得很清楚 難道早上說 那看完以後當然要表決嗎 不可能 我也不會這樣做 也不只要這樣做 所以今天我們程序才開始而已 那所謂公報出稿 發言人文字修正 三日內要提出來 那是我發言的時候 真的我的發言 我就看公報出稿 我的發言有沒有問題 因為我常常 我講這樣 我以前出國的時候 我講得很不清楚 他有沒有問我 你這樣講什麼 這常常發生的嘛 所以你看演藝有沒有錯誤 所以公報出稿 三日內要去處理 那你實在 修明剛才講說 影音 那音是合合為一的 要怎麼猜啊 影音為主 那當然合合一 我不知道你現在在爭辯是哪一點 剛才你講的麥克風 我實在 沒有注意還講 我聽不太懂了 你說什麼麥克風的問題是什麼問題 你說那麥克風 不可以用 主義團的麥克風為準 那到底用哪一個麥克風 我不知道你們 曲解你的意思 是啦 因為今天早上真的已經看過太多次喔 真的 不斷的重複又重複 然後如果現在 早上怎麼又重複 早上就是要放我們以後 就是不斷放東升的版本啦 公版啦 然後策錄的版本 東升版等一下要放也沒有關係 對啦 所以我的 那個不成為正氣 只要中路附身的 你說我們的 一失無貼定 把把所有的 那個都要以那個 媒體的那個主播 那個東升影片再來 那這一個怎麼看 所以 我的意思說炒這個都沒有 那是用接壞的嘛 話不可以亂講齁 早上在委員會的時候 國民黨講得非常清楚了 先播公版的也已經播了 國民黨提供的那個是第一時間 我們也一樣是側錄 一樣是同樣的版本 他只是秒差大概兩秒 我們是這樣子錄的 什麼叫我們自己去刪減 要講這個話要有評有據啊 好抗議啊 這樣可以跟我講嗎 你們兩個不要彎好嗎 你們兩個不要 你剛才講兩秒 你連一秒都不可能 來 主席授權我講 主席授權我講 我要回應剛剛 院長說我昨天說 同意這個過程 這是我們在對話的過程沒有錯 但是基本上這個不是完整的 我們最後簽署的 是我們真正 字真具佐 你看我們花了光是工那個 花了好久的時間又改了好多字 那個才是真正的 我們的協商的結論 如果你要這樣子講的話 因為你看看好我念給大家聽 這個主席 原來是說 如果你找別的錄音檔 說你們錄到什麼聲音 是因為我們作為會的主席 包括伊斯蘭人都有錄音 是以哪一個錄音為準 沒有錯 你看是有講這個話 要看公報處的翻譯有沒有造假 之後再進行第二步 講了這些我後面 我確實說這個我同意 當大家在爭議的時候 要不要請的時候主席就講我的話了 我們要講完 我是反對這個 只看公報處這個說法 這個只是講話的過程 逐字口也沒關係 但是我絕對沒有簽這個字 我要在這確定這個事情 報告院長 報告院長我一定要講 我一定要講 因為講話人在這裡 黃國昌也在這裡 我認為你們這樣講 小孩在完結 哪怕你們都已經同意了 要看幾個版本 這個叫做證據方法 要來企圖 找到真相 這個可以接受 幾個方法都可以接受 那你們看 把它當成一個證據方法 勘驗完以後 大家有共同一個結論 這個才有證據能力 那你先提到這邊來 就不要黑白灰 什麼的 你自己不來看 那個都不通 每個委員有各個委員會 有各個不同的會議在進行 何況本席早上 就是針對 我們林維州委員的權利 好 你們這身體還給我一席 我可以幫你拚這個 你要感謝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在 每個委員會 大家同步在進行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證據方法是一回事 然後呢 把這些當方法 各幾家的 大家弄出來以後 確認了以後 他有證據能力 可以當證據的價值 又是一回事 那今天這個事實裡面 剛我聽廖國洞總召委 聽到一個 你剛才說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 公報有沒有造假 這跟我剛才去外 一直在說的一樣 我比較主張的是這 我知道你們愛的是什麼 你們知道你們要愛的 就是說 這個錄音錄影跟 整個公報的記載 是有瑕疵 整個會議要去重啟 跟時代列一樣的資料差不多 我沒有意見 但是大家不要夾夾做會 你知道嗎 先確認下來 所以說嘛 所以你不能譴責 說什麼自己不來 他們要重新再來一次 要浪費一次 沒有浪費 本來到這邊再重新再來一次 你那個可以 列進來可以當方法的 你就要求一個真相 我們來何況 我要的部分只有兩分鐘 你也剛才說兩分鐘而已 所以這合理的 我這個主張是合理的 不要再三個 跟我賀白費 我具體建議 9點14分到9點16分是關鍵 有三次陳寅主席問有沒有意義 我們就看公版 現在就來看 謝謝莊委員的發言 其實我覺得她發言的層次蠻清楚的 我覺得這樣來講 事情會比較有順序 不要把所有的事情混在一起 我其實支持剛剛莊委員所講的 本來就是各種證據方法 都可以提出來 現在大家在爭論的下一個層次是 證據能力的問題 證據能力就是你有沒有證據的資格 在立法院的法規裡面 我事實上沒有看到 我們採取法定的證據方法 或限定的證據能力 我會覺得我們探求的比較重要的 是客觀的事實 當然客觀的事實 我們在既有的證據方法下面 所探求出來的事實是什麼 我必須要老實說 可能也不是我們 當然最後的決定是在這個地方 但是社會上面真的會有一定的評價存在 我先發言到這裡就好了 因為我不太喜歡把所有的事情都糊在一起 我們一層一層的來播 至於說主席特別昨天拿出了會議紀錄出來 想要印證說昨天大家都同意 只用公版的方式來做 那這個部分如果接下來有進一步 大家要討論或爭執的必要的話 我想到時候我再發表意義意見 但是我老實說 我並不認為說主席片面的宣告 沒有放在結論裡面 那會變成是有形成有拘束性的事項 因為這個你一開以後 我以後你在講迷你 你又迷你一句話 那這個都要繃緊神經來聽 沒關係 這個我們就先看9點14到9點16分 那盡量再往前拉一點點比較完整 好不然就全部看一遍 好來 先不看待品格沒有關係 現在有陳曼立委員提案停止須打擊討論 議事人員竹條宣告後立即處理 現已宣告完畢 請問有意義 衛生 本行宣告 衛生 宣告停止尋打挺止討論 現在進行處理 本行宣告 本日议程锁列讨论性下弃案 宣传文句 全案宿愿后党团协商 宣优陈曼立委员提案 针对劳道基权法部份条文修正草案 所为进决议题出错误 有没有谈论有无异议 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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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副意没有超过 副意超过 本法提出副意案 并反够副意案 本席宣告 本日议程锁列讨论事项7案 宣传文句全案宿愿后党团协商 第二 第二 第二女句审查报告 宣传院议议访问 ир能有无异议 四更 第二 第二女句审查报告 院長處理 9時14分33到37秒 就是我們剛剛聽到的第一次 陳寅說有沒有意義 有意義 非常大聲 9時15分28到36秒 還有90 最後最關鍵的這一次 最後最關鍵 9時16分19到26秒 問有沒有意義 那個有是非常大聲 而大家在講的 東森當時側錄到我的聲音 非常 那時候很激烈的喊有意義的 就是很關鍵的 在最後的這個有意義 如果大家 有意義是負議 民進黨如果還聽不夠清楚 再倒帶再聽一次 兩分鐘再聽一次沒有關係 那反對負議啊 這仔細就是這樣啊 那講的 那談負議了 你們是很清楚反對負議 有意義那是負議案啊 不要 不要混為談 總共三個議案 反對耶 總共三次的宣告 第一次是問陳曼妮那個 有沒有意義 第二次才是負議 第三次最後要送出去的時候 那個的宣告 公報這邊都有 我們可以一個一個來 對啊沒有關係 你有聽到你有意義嗎 清楚還是看清楚 問我 我真的沒聽到耶 你有聽到嗎 剛剛我發言 大家都唱的 很可以跟我說 不好意思 因為公版其實 你看這看幾次都一樣 早上也看N次了 公版其實看不出來也聽不出來 誰喊有意義 誰喊沒有意義 就是你根本 所以你也不能只用公版去決定說 他到底是有意還沒意義 所以你才需要再提供其他的來佐證 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我想要堅持的是這個部分 就是說 今天早上也討論過說 我支持你現在堅持的 那你堅持的 如果大家都沒意見的話 可以推翻一個事實 推翻一個 你一樣指控說 意識人員偽造這個 那個不真實啊 沒有沒有 所以一個一個來嘛 我知道嘛 所以一個一個來嘛 不是啦 不是啦 等一下等一下 我是很悠在處理的事情 是你們幫你 顧著二位處理 不好意思 給我講耍好不好 給我講耍不好意思齁 先讓我講完 不是我意思說 現在跟意識人員沒有關係嘛 我們現在是要來看這個公版 到底是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是 有聽到有意義還是 無意義嗎 你懂我的意思嗎 那既然的話 公版你聽幾遍 他還是聽不出來嘛 所以我因為聲音 所以我的意思說 今天早上也有委員 在早上在衛環委員會說 就是要以公版為主 其他的提供的都不能算 那既然如果是這樣子 你們都咬定是公版 那當時大家就不用花 早上時間 拿出不同的版本來舉證嘛 就是因為公版聽不出來 所以大家才希望說 拿不同大家個子有 譬如時代力量 他們有他們自己也有提供嘛 所以大家才可以拿出來討論嘛 現在不是在草說 到底是要以什麼版本為主 而是這個會議大家看起來 他就是程序上 的確就是有瑕疵的嘛 如果一個委員會連公版 等一下我講完嗎 林委員不好意思 所以我是說今天早上 我們也討論過王委員 那我們也討論過說 我們提供 因為早上起柯總召說 把任何版本都拿出來 大家可以討論嘛 有疑問的地方大家簽名 把他問題寫在哪裡再送上來嘛 應該是今天討論 現在下午朝一寫上討論 應該是哪裡有意義 大家拿出來討論嘛 哪裡是可以證明這個會議是有瑕疵 所以大家拿出來討論 不是不斷的還在看這個 到底是公榜還是什麼東森 其實你也不能說媒體不公啊 那的確那以後是不是大家新聞都不要看 大家都說媒體都用做的就好了 所以不能只挑自己有利的東西講 這樣子大家看一百遍也還是一樣 同樣惡性循環嗎 我今天早上已經在委員會講過一次了 如果大家以後 連你在主席台上的錄影錄音都不可信 不能作為標準的時候 以後開會的時候 那請各位都不要到主席台 不要到發言台 你們角落自己發言自己錄音 通通算你們自己的帳 那就張心中的意思啊 但是那議長可不可以建議 一個委員會正式 我還沒有講完話 一個委員會正式的決議 大家也都說遵照標準 你就是這個錄音錄影 要勘驗也都勘驗了 你們現在這邊聽不出來 你又要揮別的東西 那這樣這個東西怎麼解決 這是什麼別的東西 今天上午開會大家清清楚楚 聽到的內容要寫成提案 我們規規矩矩的提出來了 你們是不想出力吧 你連東三新聞這種檢過的東西都可以拿來用 你剛剛沒有看到公版嗎 是只有聽東三新聞 公版有聽到複議你們反對 有聽到你們反對複議非常清楚 這是我綁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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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我就是當事人 我們就是提異議的人 我們從頭到尾沒有改變 的確沒有錄到啊 沒有錄到就沒有 有沒有錄到是事實問題嘛 不是你在那邊表演就變成有錄到嘛 有沒有錄到是事實問題 事實在大家面前撥了嘛 剛剛陳怡婕委員也跟你承認說他沒有聽到啊 沒有啦 我講啦 我跟你講啦 回座 回座我講一下 回座 回座我講一下 回座我講一下 是這個最重要是會議無效啦 會議怎麼會無效呢 你們那個喔 什麼時候要講什麼話 你們沒有掌握清楚 一團亂啦 聽到最大聲音就是意義就是 覆議案的事情啦 其他都聽不懂啦 就是這樣嘛 我們真的都說讚的啦 是要恢復事實 對嗎 事實的就是這樣嘛 這個意志能也看過嘛 剛好我講個 講個事情最有道理 要客觀事實啦 客觀事實就到他不讓他開會 回座 你沒這麼走的 聽看鳳君有什麼建議啦 沒有啦 沒有啦 你來講看 沒有結論啦 有一點問 這可能是預見啦 關於理由說 他現在就是這樣嘛 這個結果就是這樣嘛 這個結果就是這樣嘛 這個喔 事要與公版是沒有錯啦 不過這個過程是比較亂喔 事要與公版是 絕對是沒有錯啦 但是過程是比較亂 要針對這個比較亂 大家要怎麼樣來 有一個解決方式 我建議剛剛史莱利昂講的 是啦 民進黨黨團想看看 其實是可以 大家退一步啦 對啦 這個東西不要把它 讓議事人員來扛這個責任 因為現場 議事人員絕對不會有錯啦 現場一片亂 我們都照實發言 怎麼會有錯 現場一片亂 一片亂的情況下的時候 我們就用這種方式 那如果大家在冷靜的 反正各黨該扛的 這種責任都扛起來 我剛才有說 大家就冷靜一下 照這個程序 再走一次就好了嗎 不不不不 我現在只要確認一個問題 我現在講 不是說我贊成 我問一個問題 從來再一次 他再站主席台 怎麼辦 他也沒有辦法保證啊 民主委 所以我們就是把這個原則講好 從來一次 然後大家說好 不要再站主席台 然後好好的把這程序走完嘛 當然這個要附帶條件 要講出來嘛 那又要再一個月的協商期囉 所以要弄到明年1月2月 然後下個會期嗎 大家沒有意見就不需要交付 交付 他們會要求要交付啊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來 沒有一個月問題大家可以討論啊 你也回去討論一下啦 你也回去討論一下啦 其實大家都比較在意的是 實質上面程序要怎麼做啦 我就拋磚引玉 也不要說好像一定結論是這樣 那我覺得或許大家回去都可以思考看看 那我覺得就是回委員會裡面 去實質的審查 那也希望 嗯 中國國民黨的朋友 那能夠 確切的承諾 因為我們大家希望的都是回委員會實質的討論審查嘛 那我們就好好的 來開審查的委員會 那至於說 如果說有時程上面 一定的壓力的話 我覺得各個黨團也可以回去思考 那個一個月的協商冷凍期 也不需要 因為這樣子會變成的是說 有的時候大家會解讀成說 有的時候你對於程序的堅持 那在不同的立場 容易被解讀成說 你就是要拖 你就是要拖 那我覺得把這個疑慮拿掉 所以把這個疑慮拿掉是說 其實當初時代力量在一開始 我們在這個會議是討論這個事情的時候 也是一個月協商冷凍期的問題 實在力量的立場 跟態度一直都很一致啦 就是說 今天如果是要拿掉協商冷凍期 然後回到委員會裡面 大家好好的討論跟審查 讓這個事情 大家不同的看法 可以在委員會裡面去進行 那也不要說好像在時間上面卡 那到時候委員會討論完審查完 出了委員會 那該到院會處理 那我們就到院會處理 這樣子 我只是提啊 拋磚引 因為我真的不太想 是針對這樣子細細 這樣子這樣再爭執下去 對事情沒有幫助啦 沒關係啦 現在大家要認真 這是聽下去 因為這個東西對我們來講的話 坦白講 我現在講大家不要生氣啦 從開始 七月份開始被贊主一臺 然後十月五號等等 我們都是被動性防疫啦 沒辦法一定是到最好學 這樣就是這樣嘛 但是現在 先再來一個 過去也有這種情形啦 大家說好 大家說好 大家說好可以喔 那你就是說 那你就是說 這個 沒關係啦 你們回來 回來 回來 沒關係 先要請我們出去 要怎麼 白農賣 今天我都沒意見 OK 大家去負責 但是 這個過去也有就是說 這個處理委員會以後 處理委員會 再一個月那個 十人一定要拿掉 國昌講過 國昌委員講過了 大家說好就好 大家都有民主啊 沒關係啦 李鵬軍委員 跟黃國昌委員 第一個不能再贊主席 對啦 現在就是要回去 我講一個例子 我講一個例子 早上 我們市長都在上面講 說早上 前面 一開始的時候 錄影在全部放 人家 大家都說 說到時候都沒關係 黑道要看這個 但是黑道 下午 衛航委員會續開 因為兩天一次會 要審查 環保署 中央政治總預算 要尋達 結果到12點 我們都出什麼外交 跟我們上會啦 上會兩天就不見了 那你以為 你知道你是在監督 這個大家教功教職 才會講的也不遵守 你發動表決 這樣子啦 這樣講好沒有問題 好啦來來來來 那個 是這樣子齁 那個 我覺得一個好的政策 我們應該是經得起考驗啦 那 我個人也認為說 其實看怎麼樣安排那個會議 不管是公聽會 或者是說同樣主題 類似主題 議程的這個會議 我們再來安排一次 我個人都可以接受 但是 我不同意 我反對是說 大家要去講說這個會議無效 你可以說這個議事錄 這個紀錄是 因為太吵鬧了 我們沒辦法很 但是 對對對 可以說它是完全 就是這樣啦 就是說 就是如剛才陳一傑委員講的啦 讓我講完 因為議事人員是跟我做在一起的 那種吵鬧的狀況 大家都很清楚 我沒有向議事人員施壓 我也沒有刻意要說謊 但是我要在這邊要替 因為議事人員他們是公務人員 他們沒有必要去討好任何一個政黨 因為政黨隨時都是會輪替的 但是他們公務人員是 這個資格是一輩子的 所以我是希望說 在這個送監察院的這個事情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 看可以不可以撤啦 那真的不要去為難他們 那我們大家 今天大家各退一步 然後看中間怎麼樣的安排 那下個禮拜我當招委嘛 我願意看你們公聽會 或者同樣的主題 我們再排 我不知道大家意見怎麼樣 好 這樣子啦 這個 李鴻鈞總召跟 黃國昌總召 是永明總召 是 許永明總召 他們是有建議的 就是說 下個禮拜就利用三天好好審查 永明委員 你是建議下個禮拜有三天的委員會 就好好審查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那三天要一天公聽會兩天審查 就利用下個禮拜 好好的把委員會該處理的處理 那沒有共識的部分 我們再到院會來學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們不要有一個月的冷凍期 一定要這個月學商 然後一個月之後才能送宴會 不要 就是審查結束就送宴會來處理 基本上 再來就是不要再發問 對 第二點就是 每一個黨團都要 遵照議事規則 遵照議事規則 不能阻撓議事的進行 我建議一下好不好 設體斗食委員會中心主義 不要各自被麥克風 拜託 你們回去各黨團再討論 我們明天 我們明天 早時間 明天可能 大概要有一些方向 我們也嚴格要求 媒體在他們自己的位置上 把那個 你會 我個人 我個人 針對剛剛 提議 其實我很早就跟柯總 這樣子討論這個事情 但是我們一直沒有給他定案 那今天兩個 那個沒看 那是一種方式啊 你們的正常程序 就可以處理完了 你們就是不要嘛 現在大概有一些方向大家可以 看看怎麼樣 回去一起互相研議一下 可行性 好不好 就是這樣子嘛 我的感覺 我還是最後一次發言 我是認為早上我們那樣做 其實社會是有正面評價 那與其我們剛剛這樣子 不歡而散 能輪出來交代說 其實各黨 對 然後 我想 趙偉可能有他的委屈 他覺得 重審這個 對他不公平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讓社會有種感覺 我們還是回到委員會 趙偉還是負擔責任 這個負擔責任 把他處理 然後明天朝野協商 把幾個條件都想得很清楚 我們來簽署 我覺得這個東西 因為社會有壓力在 我們都簽了 我想也不會再發生 我們當然看到那些事情 那我跟廖總召說明一下 以後的不是說 都不能霸佔主席 我們是針對這個案子而已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不是你以後沒有啦 上一次說想以後 那我們尊重 就是這個案子就好 盡量不要啦 回去討論 等一下 不好意思 那個議事人員 那個監察院 廖總召 廖總召 不好意思 我們那個議事人員 送監察院這個事情 你們是不是可以 請你們撤回 我們非常嚴肅看這個 沒有關係 我們也很嚴肅在講這個 我們立個下 那請你們再討論一下 那個沒有關係啦 沒有關係啦 只有秘書長而已啦 沒有關係啦 好 那我們大概有一個方向啦 那請各黨團拿回去參考一下 我們希望明天大概能夠 再聚一下 然後把這個案子就做一個確認 好 那我們現在的黨團學商 就到這 剩下的